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借这个阴言 我们再来介绍慈悲三面水畅 慈悲三面水畅的起源是唐朝误打国师 一道佳洛家尊主教他以三面水洗底人面仓 而消除累世阴烈的畅法 在唐义宗皇帝的时候有一位知贤法师 他还没有成为国师以前叫知贤法师 后来担任国师以后 皇帝尊称他为悟达国师 在他年少的时候参访丛林 挂担在一间不知名的佛寺 正巧意上一位生人也挂担在该寺 而那位生人得了很重的病 通生长满的肠 发出很难闻的臭气 所以都没有人想要跟他来往 知贤法师就住在他隔壁 很同情他的病苦 常常常照顾他 没有一点讨厌躲屁的感觉 那位病生后来病也好了 所以照顾病生功德很大 为了道义 各奔前程 这位病生要离开的时候 跟知贤法师讲一句话 他为了表达感激知贤法师的得丰道义 就对他说 以后你有难临生的时候 请你不妨到西蜀彭州九龙山来找我 其实这位病生是家路家尊重 是观世音菩萨化现的 他是要来化解误打国师十世的严厉 慈悲到己诸 所以你看看真有修行的会感度诸佛菩萨复练 诸佛菩萨一定会出手 一定会出来调解 来挽救你的法生慧命 当时这位病生就说了 你到西蜀彭州九龙山来找我 我会设法解救你的灾难 换计话的时候 这位病生 家路家尊重 他已经是六通现前 他有庶命通 他知道自治减法师将来会长人们长 那时候还没发生 所以这个阴阴果报很可怕 假死百千劫 所作业不亡 阴阴会封死 果报官之所 问题是什么时候无常要来 什么时候要大灾难的 不知道啊 那天我们一个连游 骑机车在台北市 那个马路的带转期 被一部大咖啥架给他撞下去 昏迷在现场 幸好平常啊 都是亲近我们苗栗同路九华山的 救世师傅大悲水 在那边朝山忏悔 也是附属我们讲的 我们万人念不所有的志工医务都是他洗的 在他家屋顶晒干还烫好 半年前我就跟他讲 我说休闲啊 你要好好休闲啊 你不要再跑了啦 半年前我就跟他讲了 那天要发生大灾祸也很奇怪 那天早上我就一直在找他 说休闲到哪去了呢 休闲到哪去了呢 果不其然发生一场大灾祸 差一点病都没有了 就是这里讲了 什么所有灾难自己都不知道啊 所以不积功也得行吗 改靖片里面讲说 不休一点善行跟福德 怎么消得了罪业啊 那位病生啊 就说你记得到山上来 有两棵大松树连在一起 这是我记住地方的标志 说完就走了 后来知行法师因为他德行高深啊 唐义中十分崇敬 是他檀香装饰的宝座 后来呢 称民误答国师 他做上宝座那一刹那 他要深奏说法的时候 他起了一个慢心说 我这么年轻就当国师 结果这个慢心一起来说 戒定会顿时变成半心啊 业障陷阱 这个慢心一出来以后 业障就陷阱 业障陷阱就上去了 他认为说我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结果不小心啊 也就是说打晃晃的时候 那个心不专注的时候啊 要生座的时候 膝盖去踢到那个檀香宝座啊 就破皮了 长出一个人面唱出来 跟人长得一模一样 还要用饮食喂他 也一样像人会开口吃东西 当时务达国师痛苦难载啊 骗请过地民意啊 但是过地民意都是束手无措 无法一致啊 他堂堂一个国师 皇帝这么器重他 他要请什么样的民意 怎么会请不到 但是我们常说啊 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业 我们俗话说啊 真要医假病 真病无要医 你感冒嘛对不对 那是什么 那是假病啊 你感冒上风感冒嘛 怎么样去抓个药来吃一吃啊 那是真的是吸药啊 那真病呢 业障病 业内病就是真病 无要医 靠什么 靠忏悔 所以各位你记得 当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 药吃不好的时候 你就要警觉 那个就是业障病先前的 阿弥陀佛是万病种痴 阿切土药 所以不老不病不死是真的 那么古书这个时候突然就想起过去 同处的那位病生临别讲的话 他就前往西属彭州九龙山去找他了 这个就是他当时照顾病生的福德 他有那个福报 那么那天天色已晚 忽然看见两棵松树 变历的松树 他再往前一看 是一座金碧辉坊的殿堂 这个时候 误打口的时候看到的是画镜 就像我们基督中的祖师 法造禅师 在用藻栽的时候 这个波 就献那个五台山的大圣竹林寺 献五台山的这种圣禁出来 那道理是一样的 他就进去以后 后来误打口就是见了佳洛家尊所 就是那位病生 他就告诉他说我这个怪疾 他就痛苦的不得了 那位病生就是加肉加重的 就跟他安慰 那没事没事 不要担心 明天到后面去用清潜水洗衣洗就可了 要遇到佛菩萨 什么病都可以好 对不对 你要是遇到安静在子 死路一条 没得救 所以要激功雷德 你就有机会 遇到佛菩萨出现来救你 第二天清晨 乌达国书在那个 沙咪引导出现 要去在沿下清潜西边清洗 国书刚蓬水要来洗人面上的时候 人面上突然会讲话 不愧是 你知识广博 见解深远 你有没有读过西汉书 你知识广博 这个沿性在子会透过 人面上讲话 就表示因果不空 所以为什么会有附体 也跟这个道理一样 他附体 他出来讲话 表示灵性不媚 灵性是杀不死的 你看过西汉书吗 你知道沿诺跟曹寿的传吗 沿诺曹寿传吗 国书回答说 曾经读过 人面上就说 往昔那个沿诺就是你了 曹寿就是我了 当时曹寿是什么呢 曹寿就是皇帝的老师 他变才无碍 而且他很有才华 他能力很强 皇帝也大概都是听他的建议 但是当时也弄了 名利心献钱 起了嫉妒心 跟皇帝做一本 讲曹寿的话 当时曹寿被腰斩的时候 心怀怨恨 你看他怨恨心有多重 他说 我也是都在寻求报复的机会 可是你十四以来 身为慈戒严谨的高僧 因为你旁边有借父神 借神在保护 所以我没有机会报复 今天你受到皇帝的恩宠 动一个念头 名利心 无形中 德行已经有亏了 因为这个严固 我才能够清净到你的身体来报仇 很可怕 对不对 后来 这个曹寿又继续讲话 任命昌就讲话了 现在蒙圣人家道家尊主 出面调解 是我三昧滑水 各位 为什么叫三昧滑水 你怎么样 可以消除业障 德行献钱就可以消除业障了 就像 引诊回忆录里面那个刘文化一样 他八年寒穿独任年 他可以超渡他的恩亲在主 超渡他的妻子跟小孩 可以超渡他的父母 三昧是什么 三昧就是定位等次 就像虚脑上可以超渡他的母亲一样 刚才我们讲那个唐朝卸谋 那个私被禅师 私被禅师修苦行 他出家以后悟到民心皆信 他父亲 本来是在恶道的 你看升天 可以超渡 一样道理 所以三昧水是 加肉加尊主的三昧力加持的 事实上他也是一种表法 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消除业障 你定位等值 你三昧现前 你业障就消除了 就像老上一样 老上现在讲经说法 就讲到三昧现前 所以老上今年93岁 什么病都没有 他连感冒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 他天天都是喝三昧波洛滑水 对不对 他怎么会生病 他行出之后都是引三昧法水 三昧波洛滑水 你天天听阿弥陀佛读 无量寿经 就是在引阿弥陀佛的三昧波洛滑水 所以人面上说 我以为这样可以得到解脱 以后我不再为了你 我不再跟你做对了 但是你要好好忏悔 悟达国师蒙受圣人的救护 洗出多生的树烟 因此写成颤本 他后来离开那个化境以后 就变成山林了 什么都没有 他在那边搭一个毛棚 因为那个圣经是 加勒加顿者 在那一刹那 因为他有神通道理 把那块山林 吸食九龙山 把它变成一个圣经 让他看到了 所以他一出来以后 他因为在洗那个三昧波洛滑水 就昏陷过去 他痛的醒过来 那个人面上就好了 等他醒过来以后 那个化境全部不见了 他在那边搭一个毛棚苦修 在那边是写的这个 慈悲三昧水灿 墨学 以前夜障很重 我慈悲三昧水灿 拜了好几步 一句一拜 我拜无量做经事 拜一次一拜 拜了两三步 我都有分享过 那慈悲三昧水灿 也拜好几步 我一句一拜 那现在呢 我是在拜慈悲地藏宝灿 因为我夜障重 那地藏菩萨本人经 我也拜过好几步 一句一拜 所以很多人来找我 我都告诉他们说 你一丈这么重 没有办法 解决的话 除了练佛以外 你还是要拜慈悔 我都告诉他们 这种方法 所以 乌达国书就在那边 早晚恭敬礼颂 来报答大圣的恩斗 并命名为慈悲三昧水灿 就是取尊者以三昧水灿 人面藏 解开两家累世冤烈的缘故 今天我们借这个音乐 来介绍这个慈悲三昧水灿 也很有意义